你看这个面包哦 它非常的有口气 而且里边还有松软 感觉能够拿出湿的感觉 哈喽大家好我是Kimi 今天我们又来到蓬皮都附近 也是马黑区的入口 我们今天要去吃一家吐司店 它是巴黎最好吃的日式吐司店 我们现在这条街呢 是Hui Hangbido 它就在蓬皮度的旁边 这条街上呢 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好吃的 然后它前面有 德国世界最好吃龙虾卷的一家店 还有各种的快餐 有汉堡店 面包店 甜品店 各种还有镜头 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巧克力店 然后这条路上也是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的 一家咖啡厅也是非常好吃的 我们到了非常有名的杯子蛋糕 和芝士蛋糕的这家店 然后紧爱着这家店 就是龙虾卷的这家店 他们是德国冠军的一个龙虾卷店 这里面人还是蛮多的 我们下次会过来吃的 这家店之前有他们推出过 黑松露的三明 黑松露热狗也非常有名 但是现在已经不卖了 我们左边的这个班德逊克 也是非常有名的甜品店 然后还有一些中餐的快餐店 我们今天要去吃面包和三明治的这家店 就在前面那个街口 这个呢是他们家单点的菜单 他们家最著名的就是北海道土司做的一些三明治 有鸡蛋的炸猪排的炸虾的都非常的好吃 然后中午的就会有两种两种门女套餐 一种是15欧的一种是20欧的 里边这种15欧的里边有玉子烧 然后有金枪鱼 20欧的这边有他们最著名的猪排三明治 一会我们就准备去点这个 这个午餐套餐还是蛮划算的 人还是蛮多的 我们现在拿到了我们的吐司 我们有一半呢是没有切的 有一半你可以让它给你切好 切的时候它也会问你想要切的薄一点 中等的还是厚一点 它都可以给你安排的 你看这个面包啊 它非常的有弹性 而且里边还很松软 感觉能够拉出丝的感觉 这个面包好香 你看看 刚刚呢也是在意我们就是这种吃它原来的原本的味道 它里边非常的松软 然后又很糯 在原来吃虫皮呢 又有一点点的小脆 我就很喜欢吃这种皮 如果回家可以再烤一下的话 一定更香 它们家的吐司呢分为两种 一种是日式的 一种是法式的 日式的这个吐司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方形的 然后它的面粉呢也是从日本那边进口过来的面粉 另外一种是法式的那种吐司 它外面会更脆一点 但是里面也依然是软的 它的面粉就是用的是法国的面粉 但是我们一会吃的这个日式的三明治呢都是用这种吐司来做的 所以我很期待 等我们的午餐来 我们等了30分钟 但是我们的套餐终于来了哟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炸猪排套餐 我们配了沙拉的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换成炸薯条 然后另外这个是玉子烧三明治 我们配了一个薯条 一会儿还会有一个咖啡和一个小甜品上来 我也很期待它 我们先从炸猪排开始吃 这款炸猪排呢在网络上已经非常有名了 小红书上或inz上都有很多人推荐 但是有的人说它很好吃 有人就觉得它不太值 但是可能是因为三明治他们卖的稍微有一点贵 但是这个日式炸猪排 我相信他们应该做的还是蛮好的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它面包用的是我们刚才吃的那个面包 但是两边煎过烤过之后更加脆 然后里面还是很酥软很软 它里面的炸猪排就是非常传统的日式炸猪排 里面会配一点酸梅酱 吃起来整个里面很酥脆 然后又很软糯 在一起配合的还蛮好的 它的炸猪排也没有我在网络上看到的那种 说是会有一点腥味在里面 可能他们厨师发挥水平每天是不一样 或者买到的猪肉不一样 但是我今天吃到的这个还是蛮好吃的 现在我们开始吃我们的玉子烧三明治 我其实有一点想念国内便利店里面卖的那种三明治里面 就是有厚厚的蛋的这种感觉 哇你看它这个煎蛋玉子烧也太厚了吧 好糯哦 它面包本来就已经很糯了 它这个玉子烧又更糯 配在一起 感觉入口不用嚼的那种感觉 好香 它奶香也蛮香的 今天终于上来了 是西多士也是他们家非常有名的一个甜品 我们的套餐里面是配一个西多士 后来我们又多点了一个西多士 因为觉得应该会很好吃 还有一个黄油面包配咖啡 我们先从西多士开始哟 哇热热的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用手来 两片也很厚 这个奶香味也太香了 黄油和蜂蜜刚刚好炸了好臭 非常好吃 哇 他们用的那个啥叫风盪 就是有一种里面要留心的感觉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赞 它真的非常好吃 但是它还是甜的 所以配一个咖啡就刚刚好 再吃一块黄油面包 啊黄油面包 我现在走了 外面有黄油面包 这跟那个我们刚刚切的那个切片面包有点像 就是形状不一样 如果你要去买那种切片面包的时候 你想要把它加三明治啊什么东西 可以买这种形状 他们也都有 也不错 但是它作为甜品的话 在这个西多士的衬托下 味道就有点寡淡 但是早餐作为早餐还是不错的 再吃一口 来吃呦 我们已经吃完了 我吃得很开心 尤其结束的时候 吃到那个甜甜的西多士 就感觉非常的满足 这家面包店呢 他们最开始的时候 是在东京那边开得很成功 他们就一直想要来法国开一家面包店的这种想法 终于呢在2017年的时候 在这边开了这家店 开了之后就非常的成功 不管是法国人啊 还是亚洲人啊 都很喜欢吃他们家的面包 那家家店就在马黑的边边上 所以很多过来逛街的人啊 都会过来买他们的面包啊 三明治啊 他们面包真的是非常好 两种吐司 一种是日式吐司 一种是法式吐司 两种都非常好 但是我比较喜欢吃他们家的这个日式吐司 他们三明治 我们刚才吃的猪排三明治 还有玉子肇三明治 这两个三明治味道其实都可以 最后说我们刚才吃他家的西多士 真的是非常的甜 非常的好吃 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巴黎好好玩 我们下一条视频见 我们下一条视频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